大家好,我是新城,我今天来到了故宫古完成 它就位于沈阳故宫的旁边,带大家走进看一下 这是古完成的正大门入口中 古色古香,非常的大气高端上导字 它的全称是沈阳故宫古完成 故宫古完成,下面还有一顺来三个金色大字 那么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带大家逛逛沈阳故宫古完成 这里位于它的大厅,带大家走进看一下 它的一楼主要是买辽宁省工艺美术师作品的专营店 光大博物馆,辽宁四宝,书画文丸,工艺品,水晶,银饰 海洋玉随,河田玉,翡翠,碎碟,琥珀,琥珀等各种饰品 这家专柜主要是卖当地的秀玉,也叫秀岩玉 它的产力位于辽宁省安山市,秀岩满足自治县的特产 秀岩玉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玉之一 其三为陕西的蓝田玉,新疆的河田玉和荷兰的独山玉 秀岩玉因产于辽宁秀岩阿德明 2005年12月31日,原国家制建总局批准对秀岩玉实施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 秀岩玉它的特点是质地坚韧,细腻温润,光泽明亮 我现在来到另外一家卖秀岩玉的专柜啊 它这边都是简称就叫秀玉 这家专柜是辽宁秀玉厂家直销 价格是不是实惠一点 这都是现代的工艺品啊 我对玉石还有古玩都不懂啊 我只是带大家看看随便逛一逛 这是另外一个区 也是位于一楼 专业编程和配件 我感觉这家店铺啊 另外几个店铺都差不多 主要是卖预制品这些 还有工艺品 现代的工艺品 我的右手的前方 这是卖古玩的 古秀岩 里面有字画 古董 陶器这些的 现在这个店铺啊 它就是卖现代的工艺品 各种各样的工艺品 预制品 好多东西我都不认识啊 我带大家走进看一下 沈阳故宫古玩城 它的副一楼是古玩书画 文玩杂像 带大家走进看一下 这副一楼是古玩一条街 我们下去看一下 一进门就能看到 故宫古玩城 欢迎您 旁边还有个商标 叫义顺来 这就是副一楼的古玩城 大家走进逛一下 副一楼的古玩城 顾客不是太多 然后一楼的话 顾客还是很多的 巨宝园 这家老板非常好啊 他看我是在拍视频嘛 我说我是过来旅游的 拍一下视频 然后他就让我随便拍 那我就带大家走进看一下 他店里的这些古玩 店里面主要是 这些瓷器比较多 还挂了一幅字画 是既来之则安之 旁边就是各种瓷器啊 非常的好看美观 老板在外面和人聊天 然后店里面就让我进来 随便拍 这位老板大哥 人非常的好 这是刚刚拍视频的 对面的位置 这边是主要是卖 喝茶的茶壶 茶杯 都是非常的好看 有各种美丽的图案 现在看到的这个货架 都是陶瓷的人物和动物的摆件 我们再去其他地方转转吧 我们往前走 前面有一家文宝堂 店里有顾客在里面买东西 那么副一楼鼓完成啊 已经逛结束了 我现在又回到了一楼的位置 这边还有辽宁广播电视台 北方健保栏目组啊 今年1月20日走进沈阳古湾城 举办过健保节目 我现在来到了一楼的福禄居 这边都是葫芦啊 各种大小的葫芦 旁边还是珠宝古湾店 在它左手位置就是卖现代工艺品的 珠宝玉石之类的 在位于沈阳古湾城的一楼啊 很多的店家都是卖 当地非常有名的安山市的秀宴玉 这边店铺啊 都是简称秀玉 这家店是玉石坊 门口有秀玉的原石 大家走进看一下 现在这里啊 就是秀玉的原石了 我感觉中间位置的秀玉的原石 最好看了 这是用秀玉制作的象棋啊 旁边还带宝石鉴定的证书 这个非常的高端啊 我带大家走进看一下 很多旅游客来沈阳国旅游 然后也会来一楼的沈阳古湾城这边来买现代的工艺品 还有当地非常有名的玉 秀玉 这是另外一家 边神配饰啊 文婉遇见 来到一楼顾客还是比较多的 比地下古湾城声音也好多了 前方就有本地市民和游客在这边选购秀玉的饰品 沈阳故宫古湾城啊 他的地址是 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沈阳路126号 也就是位于沈阳故宫的旁边 大家过了一圈啊 现在我又回到了沈阳故宫古湾城的镇大门出入口 我现在出去了 在大门口啊 这边还卖旅游纪念品 我用完核桃 还有核桃座的手练 还有各种旅游纪念的小视频 这是门口一对麒麟 我不知道这个材质是铁的还是铜的 反正非常的美观大气 栩栩如生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星辰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